寻找就寻见,寇门就开门,我是Rose,时间下 我们一起读圣经,今天呢我们是路德纪的 路德纪的第四章,路德纪呢一共就四章哈 今天第四章呢就是最后一章 这个故事呢就要进入到尾声了啊 我们来看一下 波阿斯到了城门,坐在那里 恰巧波阿斯所说的那致敬的亲属经过 波阿斯说,某人呢,你来坐在这里 他就来坐下 波阿斯又从本城的长老中拣选了十人 对他们说,请你们坐在这里 他们就都坐下 波阿斯对那致敬的亲属说 从摩押地回来的拿额米 现在要卖我们足兄以利米勒的那块地 我想当熟那块地的是你 其次是我 以外再没有别人了 你可以在这里的人面前和我本国的长老面前说明 你若肯熟就熟,若不肯熟就告诉我 那人回答说,我肯熟 波阿斯说,你从拿额米手中买这地的时候 也当娶死人的妻,磨牙女子路德 使死人在产业上存留他的名 那人说,这样我就不能熟了 恐怕与我的产业有爱 你可以熟我所当熟的 我不能熟了 那么我们注意这里很有意思啊 就是波阿斯呢 就到了这个城门 就是在那个时代呢 就基本上做什么重要的事情啊 都是在那个城门那里啊 然后他就坐那守住待兔 然后就,哎,恰巧 他跟路德所说的那个比他还更近的啊 跟路德他们家更近的那个亲属经过了 波阿斯就说,某人啊 你来坐在这里 大家注意到没有 这儿呢,就是 嗯,拿额米有名字 是吧 哎,拿额米的丈夫以利米勒也有名字 拿额米的两个儿子也有名字 两个儿妇也有名字 这个波阿斯也有名字 他单单 这个故事里边的 那个 比波阿斯更近的那个致近的亲属 他没有名字 就是一个某人 那你想一想 波阿斯肯定知道他的名字啊 当时肯定叫他的名字了 是不是 那为什么在圣经里就没有记他的名字呢 嗯,就说明啊 圣经里不打算记他的名字 不打算传扬他的名啊 为什么呢 我们往下看啊 这个某人坐在这儿了 是吧 然后波阿斯呢 又从长老里边啊 嗯,选了十个人 让这长老们也坐在这里 就是他们要讨论一件事情啊 都做好了之后 波阿斯就对那个致近的某人就说啊 说这个从摩押地回来的拿额米 现在呢 要卖我们足雄以利米勒的那块地 嗯,那就是 就是说明呢 就是他们日子很艰难了 是吧 打算把他们的产业啊 卖掉 那我想呢 当属那块地的是你 其次是我 以外再没有别人了 这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拿额米要卖这块地 那谁都可以买 啊 但是呢 作为以利米勒的就是拿额米的老公是吧 以利米勒的这个族亲 他们应该先去买 那为什么 那为什么他们先去买叫熟呢 大家回想一下我们在前面啊 这个 我在立位纪生命纪啊 是不是有有这个内容啊 就是说如果你的弟兄们啊 你的这个弟兄们 他们呢 就是这个这个这个日子过不下去了啊 然后要把自己的地呢 要卖掉 是吧 那么就应该是什么呢 你们要啊 你们这个本族的人要买啊 买了之后呢 等到这个喜年的时候 是吧 要还给他们 等到喜年的时候啊 这个喜年呢 当然他是有有年月的啊 是吧 都是等到喜年到了 你要把这个地无常的再还给他们啊 那个 所以说 这种啊 就是说由至近的这个亲属来买 就相当于是属 就是避免这个产业的落到啊 就是外人的手里啊 那么你等到喜年之后呢 你喜年的时候 你还要把这地归还给啊 归还给他们 当然归还给他们有一个前提 前提是什么呀 就是他们仍然还有后人 啊 对呀 你想啊 如果啊 如果呢 这个 拿尔米和路德啊 他们不会再生儿子了 没有后人了 你也就不用归还了 那就谁买的就归谁了 啊 所以呢 他在这儿呢 就是波瓦斯就说他要拿尔米要把那地卖了 是吧 把那产业卖了 那么第一个应该啊 熟那地的是你 其次是我啊 那么说 现在呢 你可以在这个众人面前啊 在我们本国的长老面前来说 你要是肯熟的话呢 你就熟 你要是不肯熟的话呢 你也告诉我 告诉大家 那我就熟 那为什么呢 就是这个是 就是波瓦斯在这件事情的时候 他是符合符合这个神的这个诫命的 你在我前面 你在我前面你跟他们的这个这个血缘关系更近 是吧 所以就是如果你要熟呢 就没我的份啊 如果你不熟呢 其次 第二个就是我啊 那人回答说 我肯熟 所以从这个人在听到这个话之后 他二话没说 就是我肯熟 说明这个人呢 也是比较有钱的啊 而且呢 也愿意就是来熟买这块啊 自己弟兄的产业 那么 其实他熟买弟兄的产业 这里边有一个原因 因为他知道 拿尔米的两个儿子已经死了 路德也没有儿子 是吧 所以他就知道 他买了这地呢 其实这个地呢 到洗年的时候是不用归还了 就就变成他的了 是吧 就是永久的产业了 所以他说我肯熟 然后波瓦斯进一步说 你从拿尔米手中买这地的时候 也当娶死人的妻 摩押女子路德 使死人在产业上存留他的名 大家要注意啊 这三句话呢 里边呢 包含了两层意思 一层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说 你买地也要同时娶这个路德 你得把那个死人的妻子也得娶了 然后呢 你要使死人在产业上存留他的名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你要和这个路德生儿子 这个儿子呢 得是归 这个 以为归为以利 米勒的儿子的这个后裔 就是说 你和这个路德生的儿子 他呢 不属于你 他不是你的儿子啊 他名义上 他得是这个路德的丈夫的儿子 那么将来呢 这个产业就要归给 啊 这个儿子 所以这就叫在使死人在产业上存留他的名 也就是以保证以利 米勒 他们这一支啊 就是 不会从 这个以色列的民中抹掉 啊 那么你要知道啊 他买了地 然后他娶了妻 娶了路德 是吧 完了之后跟路德生了儿子 然后这个儿子还不归他 啊 然后他买的这个地呢 将来呢 还要给了这个儿子 而同时呢 这个儿子又是他生的 将来他的产业呢 也要分一点给这个儿子 啊 可是这个儿子又不继承他的名字 是吧 所以这个人就想 这我这个这个这个不划算 是吧 那人说 这样我就不能输了 恐怕与我的产业有爱 那他就说 这种呢 就是赔本赚要喝的事 我不干 是吧 啊 那么大家要注意啊 这个呢 是什么 这是符合神的律法的 啊 是符合神的律法的 就是说 你的这个弟兄啊 他没有后裔 是吧 啊 那么你就有这个责任 去娶他的妻 然后呢 为他这个留存后代 是吧 为他的产业能够留名 啊 可是这个某人啊 他不愿意做这样的事情 他只愿意买这块 没有后裔的地 但是他不愿意呢 去娶这块 没有后裔的地的那个啊 未亡人 他也不愿意 最最重要的是 他不愿意让自己生的孩子 然后成为别人的儿子 这样呢 那个将来还要分自己的产业 是吧 啊 所以他说 我不输了 恐怕与我的产业有爱 啊 你可以输我所当输的 我不能输了 啊 那么 这个你就可以看出来 在当时呢 这个以色列人里边啊 就是他们 不遵行神的 诫命去行事呢 其实 他已经成为一种风尚了 啊 就是说 为什么说 你看 当路德在布阿斯那里边去捡麦碎的时候 布阿斯说 你就 你就在我这儿捡 不要到别的地方去捡 恐怕别的人呢 会 会伤害你是吧 啊 那个 拿额米也对路德说 你就听布阿斯的 跟着他的使女在一起 不要到别人的那个田里去 别人可能会伤害你 会赶住你 那就是说 实际上 如果以色列人都遵行神的诫命 就不应该出现这种事情 啊 就是神的诫命说的很清楚嘛 就是你 你收割的时候 遗落在地上的麦碎 你不可 把它收割干净 要 善待孤儿寡妇和寄居的 可是 布阿斯和拿额米都对路德有那样的叮嘱 就说明什么 说明那个时候 以色列人他们背逆神 已经成为一种 一种社会风赏 啊 所以呢 现在你看这个某人也是 他说啊 这个 这个地熟不熟 地我熟 为什么 因为他觉得反正这个 这个将来他们也不会熟回去了 喜年到到喜年的时候 他们家肯定都没后代了 是吧 这地我买了就归了 我了 所以我要熟 可是当 布阿斯在跟他说 你不是只只熟地 你要熟地 你就得取路德为妻 你就得让这个死人的产业流明 是吧 那他就说我不熟了 啊 你看 他就可以直接说出来 我不熟 恐怕与我的产业有爱 你熟吧 我不熟了 他一点不觉得啊 就是违背神的诫命 这个是不对的 他说的非常理直气壮 说我我肯熟的时候 说我不能熟的时候 你看都那么自然而然 所以这样呢 你就可以反衬 布阿斯 啊 就是说 什么情况下 你会发现一个人 他难能可贵呢 就是当大多数人都在啊 行背逆神的事情的时候 而且理直气壮的去做的时候 完全不觉得有什么亏欠的时候 而布阿斯还能够无论做任何事 啊 无论是耕种啊 收割呀 是吧 啊 还是呢 这个帮助自己的亲族啊 是吧 无论是对待自己的仆从啊 是吧 还是对待陌生人呢 啊 是吧 还是对待自己的族人呢 是吧 还是对待这个某人呢 你看 布阿斯都是按照神的诫命去行事 哎 这就可以这样说 布阿斯是一个不合时宜的人 啊 就在当时来讲 布阿斯的所言 所行 所思 其实 已经不符合当时的社会潮流了 但是他却是符合神的诫命的 这是神恩待他的原因啊 这也是拿俄米啊 和路德对布阿斯有信心的原因 OK 从前在以色列中要定夺什么事 或赎回或交易 这人就脱鞋给那人 以色列人都以此为证据 那人对布阿斯说 你自己买吧 于是将鞋脱下来了 啊 就是这是一种啊 一种那个证据 就是表示啊 好 这个 这个买卖我不做了 是吧 那我放弃了 我放弃了 我这个权利 那么我放弃了 那么下一个就是你了 那怎么办呢 脱鞋为证 波阿斯对长老和众民说 你们今日做见证 那既然啊 某人已经脱鞋为证了 是吧 所以波阿斯呢 就让长老和众民做见证啊 说 凡属以利米勒和鸡连马伦的鸡连马伦就是以利米勒的那两个已经死掉的儿子啊 我都从南俄米手中致买了 又娶了马伦的妻摩牙女子路德为妻 好在死人的产业上存留他的名 免得他的名在本族本乡灭没 你们今日可以做见证 那么这个意思呢 大家看哎呀 这怎么是用了买了取了 是吧 那这就是表示什么呢 表示波阿斯已经做了这个决定啊 就是他愿意承担这个责任 承担这个义务 一个是赎买以利米勒和鸡连马伦啊 这父子三人的产业 是吧 再一个是呢 娶马伦的妻摩牙女子路德为妻啊 并且呢 就是要让啊 这个死人的产业存留他的名 就是说 我娶了他为妻生的孩子 要归给以利米勒这个家族啊 免得他的名在本族本乡灭没 然后请诸位长老和众民做见证 就表示呢 就是这是一个 这个一个非常严肃的一个婚约啊 这个 那个 这就做成了这个婚约啊 这是非常庄重的 非常正式的 那有人可能问了 那为什么 这个把基连的产业也买了呢 这就可想而知 就是基连的那个妻子 他不是没有回到以色列吗 他就留在那个摩牙地 他就另外再嫁人 就是那个 他们的那个婚姻就结束了呀 所以说 现在呢 就只剩下这个 这个马伦的妻子路德了吗 是吧 那么以利米勒的两个儿子 基连马伦 就是他们的产业 就都交托给了这个路德这一只 也就是马伦这一只 就是说现在呢 这个波阿斯取的是马伦的王 这个马伦的魏王人路德 那么也就是说 他们生了孩子之后 这个孩子呢 他要归给这个马伦家 那就是到喜年的时候 波阿斯所买的以利米勒基连 马伦的这些产业呢 就要归给他们所生的这个孩子 他就不是波阿斯的 那么他就是让大家来做见证 这个见证其实就是对 既是对路德的一个保障 也是呢 这是波阿斯所立下的 这个是一个誓言 就是到时候我会这么做 我会按照我今日所说的这个去行 在城门坐着的众民和长老都说 我们做见证 那为什么呢 就是说你可以通过某人的反应 就可以知道波阿斯做这样的决定 这对波阿斯来讲 这不是说在占便宜 你要了解以色列的 他们的这个神给他们定的这个律法 这不是波阿斯在占便宜 实际上是波阿斯在为自己的这个族人 以利米勒 也就是他的族兄嘛 是吧 是波阿斯在为自己的族兄 以利米勒在尽本分 就是神就是要求这个以色列呢 这个众民呢 他们彼此相爱 爱人如己啊 你的弟兄啊 这个你的弟兄啊 他们遇到了这个经济上的困难 要把地产业卖给你 那你就要买 啊 你就要买 那么要要卖掉产业 这个时候呢 你们的你们作为近亲就要去买 那买了之后呢 哪怕明年就是洗年了 你今年也得买 买了之后明年归还 这是神写在诫命里的哈 那么然后呢 你的弟兄啊 至亲的弟兄呢 如果他取了妻但没有生子 他就顽固了 那你要把他的妻取过来 要为他生孩子 来存留他的名 来继承他的产业 所以大家不要觉得啊 这个是这这便宜占尽了 是吧 他怎么还觉得那什么 你要考虑到 你要考虑到具体的情况 那么所以呢 这个这个众民和长老啊 都做见证啊 他们他们也都很感动啊 在这样的世代 这个竟然还有波阿斯这样的艺人 是吧 所以他们就来给他们送祝福 说愿耶和华使进你家的这女子 像建立以色列家的拉杰利亚二人一样 又愿你再以法他得亨通 在伯利恒得名声 愿耶和华从这少年女子赐你后裔 使你的家像他妈从犹大所生 法勒斯的家 法勒斯的家一般 于是波阿斯取了路德为妻 与他同房 耶和华使他怀孕生了一个儿子 那我们看这个 众民和长老就给路德和波阿斯送上了祝福 那这个祝福呢很有意思啊 就是这个祝福里面 他引经句点 好在我们是从头到尾读的 一直读读读读到这里的 所以他这个引的这两个经典呢 我们都知道啊 一个是就是以色列家的拉杰和利亚 要建立家世 是吧 那大家想一想拉杰和利亚 是姐妹二人嘛 利亚是姐姐 拉杰是妹妹 但是你看他先说的拉杰 后说的利亚 为什么 因为雅各本来是要娶拉杰 是吧 是被他舅舅拉班骗了他 服务了七年 结果骗他把利亚先嫁给他 然后又服务了七年 才娶到了他心爱的拉杰 所以他们还是把拉杰放在前面啊 因为那是雅各最爱的 也是雅各本来想娶的啊 那么然后呢 这个拉杰和利亚这姐妹两个 其实就是生出了以色列 以色列就是雅各呀 是吧 就是生出了以色列的这个后代 是吧 那么就是十二个儿子 有人说是老师不对呀 不是四个人吗 不是拉杰还有一个婢女 利亚还有一个婢女 这不是雅各当时是有四个老婆吗 对因为 属拉杰的婢女和属利亚的婢女 其实呢也都是呢 他们各生的孩子 使事实上也是归在拉杰和利亚的名下的啊 所以说呢 这里就只说拉杰和利亚就可以了啊 就说希望这个路德呀 进了你的家门 是吧啊 那么就是这是耶和华 让他进你的家门的啊 所以呢 能够像当年啊 为雅各啊 生出十二个儿子的拉杰和利亚 二姐妹一样 也为你的家建立家世 啊 然后呢 也希望你能够在以法他 以法他得亨通 在伯利亨得名声 也希望呢 就是啊 这个 能够啊 也愿愿呢 耶和华从这少年女子赐你后裔 使你的家像他嘛 从犹大所生法勒斯的家一般 那这里为什么要说呢 这个这个他嘛 从犹大所生法勒斯呢 因为实际上呢 就是这个以法他 他们这一只啊 他们是使他们的往前追溯 他们是属于这个法勒斯的这个支派 啊 就是法勒斯这一支啊 不是法勒斯的支派啊 是他们都属于犹大支派嘛 是犹大呢 是跟他嘛 生了一对双胞胎嘛 是吧 其中的一个就是法勒斯 那这个呃 波阿斯呢 他就是属于法勒斯这一支的后裔啊 而他嘛和犹大 大家还记得吗 我们上一讲 不知道大家去复习一下他嘛 和犹大的故事吗 他嘛 实际上是犹大的儿媳妇啊 那因为因为那个这个 他嘛 嫁给犹大的大儿子死了 是吧 而儿子呢 这个不肯给他的哥哥生孩子啊 每次同房都移在地上 叶和华也把他 也让他死了 是吧 那然后诸如诸如 这个我就不再重复了 大家如果没复习去复习一下啊 结果后来呢 就是啊 他嘛 不得已 只好假扮成妓女 然后呢 和犹大同房 啊 然后呢 生了一对双胞胎 这样为自己的这个这个 这个 这个丈夫 是吧 家族留存了后裔啊 犹大呢 发 发现了自己还不如他嘛 啊 原来自己就是欺骗了他嘛 哈 这个我们之前讲过就不多说了 那么在这里 为什么要 以他嘛和犹大来比 这个 波阿斯和路德的关系呢 并不是说他们乱伦 哈哈 而是他们的关系 确实有这个特点 为什么呢 因为 以利米勒呢 实际上你看啊 是波阿斯前面说 跟某人说了吗 我们的足胸 以利米勒 就是 其实以利米勒呢 是这个波阿斯的足胸 就是按 按辈分来说 波阿斯是和以利米勒同辈的 也就是波阿斯呢 是跟拿俄米 啊 就是他应该管拿俄米叫嫂子 啊 那么路德的话呢 也就是应该是波阿斯的 这个直媳妇 啊 那么所以你看 波阿斯的年龄也确实比路德年长 所以波阿斯一直说叫路德什么 女儿啊 是吧 然后这一些 这个众名和长老也说 是吧 说这少年女子 啊 所以说波阿斯和路德他们是属于老少配啊 在辈分上来讲 其实波阿斯呢 就是 是比路德呢 要长一辈啊 路德的这个公公以利米勒是波阿斯的足胸啊 那有人可能说了 那为什么波阿斯不娶拿俄米呢 怎么要娶路德呢 因为啊 拿俄米是有儿子的 大家 拿俄米是有儿子的呀 是吧 拿俄米有儿子 然后呢 拿俄米的两个儿子死了 是吧 然后他他有儿父 所以说呢 在这里取呢 其实就是呢 应该是取啊 就是拿俄米的儿父来绵延相活 另外还有一个一个原因 我想应该是拿俄米也是觉得自己老了 是吧 然后他愿 如果拿俄米说去找波阿斯 说波阿斯你来啊 这个怎么怎么样 那可能波阿斯也会说好 啊 我们来看 有一个致敬的人 是他娶你 还是我娶你是吧 但是拿俄米把这个什么呢 把这个机会 其实就是让给了自己的儿媳妇路德 啊 就是他愿意呢 就是我已经老了吗 拿俄米说我已经老了 是吧 所以呢 我希望我的这个啊 女儿路德 他能够啊 这个得到 得到这个啊 安乐 是吧 能够呢 就是自己的后 他的后半生能有依靠 所以也就可以看出 这个拿俄米啊 就是他对路德的这种爱啊 就是胜过对他自己的爱 就所谓爱人如己 我是这么理解的啊 父人们对拿俄米说 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 因为今日没有撇下你 使你无至尽的亲属 愿这孩子在以色列中得名声 他必提起你的精神 奉养你的脑 因为是爱慕你的那儿妇所生的 有这儿妇比有七个儿子还好 拿俄米就把孩子抱在怀中 做他的养母 邻舍的妇人说 拿俄米得孩子了 就给孩子起名 叫俄贝德 这俄贝德是耶稀的父 耶稀是大魏的父 法勒斯的后代记在下面 法勒斯生西斯伦 西斯伦生兰 兰兰生亚米拿达 亚米拿达生拿顺 拿顺生撒门 撒门生波阿斯 波阿斯生俄贝德 俄贝德生耶稀 耶稀生大魏 哦 我们就知道了 原来呢 路德呀 是吧 是大魏的祖母 原来波阿斯呢 就是大魏的祖父 这就是大魏王的这个家谱啊 哦 原来这个路德纪啊 到最后啊 这个 给我们揭开了谜底 为什么要专门写一章 来写路德纪 是吧 原来这是在继续 这个大魏的家谱 就是大魏王 大魏王 他是犹大支派的 是犹大与他妈所生的法勒斯 这一支的啊 法勒斯生啊 生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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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一直到 波阿斯生俄贝德 俄贝德生耶稀 耶稀生大魏 哦 大魏王我们都知道啊 那我们看这些妇人们啊 这个时候啊 当这个路德生了儿子之后 妇人们都来祝贺 拿阿尔米 说耶和华是应当成颂的 就是把这一切啊 都归给耶和华啊 就是没有耶和华 就不会有这一切的这个啊 这种平安和喜乐啊 那么实际上我们追溯一下 这个路德记 我们就会发现里面有很多 什么恰好正是吧 正好 其实所有的这些恰好 这些正好都是神的安排啊 都是神的安排啊 啊 所以说你现在呢 你有了这个啊 至今的亲属了 你有了孩子了啊 那么这个孩子呢 一定呢 能够提起你的精神 是吧 奉养你的老 因为他是爱慕你的 那儿父所生的 你看你有这个儿父啊 比有七个儿子还好 七 大家知道在以色列中 七就是表示完全 七是一个最好的数字啊 表示完全 你这一个儿父啊 比七个儿子还好 拿阿米呢 就把这孩子抱在怀中 做他的养母 那也就是说 这个孩子呢 就去成绩 成绩呢 这个 拿阿米 他们啊 这一家的产业啊 林舍的妇人说 拿阿米得孩子了 就给这孩子起名 叫俄贝德 俄贝德呢 就是仆人的意思啊 那么 这个表现了 他们的这种谦卑啊 对神的谦卑啊 以及呢 这个将来俄贝德啊 就是对拿阿米的啊 这种啊 他会奉养拿阿米的脑啊 然后这个拿阿米 现在终于不用再说自己是马拉了 是吧 自己又变成拿阿米了 哎 又甜了 是吧 哎 又有了 丰丰满满啊 的啊 这种呢 非常美好啊 而且 我们看后面 这个家谱 是吧 哎 这个法勒斯的后代记载下面 这个家谱一一记载 一直记载到下面的 大卫 啊 我们都知道大卫啊 是吧 嗯 后边呢 就是我们 嗯 等到读到这个猎王纪的时候 是吧 还有读诗篇的时候 哎 都会有那个大卫的故事啊 那么现在呢 我们看这个波阿斯 路德和拿阿米啊 他们都得到了 他们呢 应该得到的啊 所配得的啊 这个来自神的恩典啊 来自神的这个看顾和保守啊 那么像特别是这个路德 大家注意啊 特别是路德 我们说呢 就是路德记啊 啊 前面我们说说路德记的 是一个什么 是一个啊 这个非常美好的家庭故事 啊 就是路德和拿阿米 这个婆西之间啊 不是母女 胜过母女 彼此相爱 爱人如己 是吧 哎 那么同时他也是一个啊 非常美好的爱情故事 是吧 这个波阿斯和路德啊 他们两个 我们看 整个这个四章里面呢 没有写波阿斯和路德 什么互吐情愫啊 是吧 互表爱慕啊 没有 但是呢 从这里 我们又能看到 他们其实 路德有对波阿斯的完全的这个信靠 啊 就是我把我躺卧在你的脚前啊 那就你让你的这个翅膀来阴蔽我啊 你就是我的主 是吧 哎 那么波阿斯则说什么呢 哎 我一定会啊 就是照你的话去行啊 我一定会啊 就是对着永生神发誓 如果比我更近的那个某人不履职的话 我就会尽我的本分 嗯 那么实际上我们想一想 波阿斯在跟那个某人在讲的时候 啊 啊 你们觉得波阿斯喜欢路德吗 路德喜欢波阿斯吗 是吧 哎 在这里呢 圣经里没有写 没有写他们彼此吐露爱慕之情 但是我认为他们是有爱的 啊 他们是有爱的 但是虽然有爱 波阿斯仍然是还是要遵守神的诫命 虽然有爱 路德也要遵守神的诫命 所以他们啊 是什么呢 是发乎情而直乎理 啊 他没有做出任何啊 出格越轨的事情 而且都是表示要遵守神的诫命 如果神按照神的诫命 那个某人愿意赎买 愿意这个取路德为妻 愿意在死人的产业上留存他的名 那么波阿斯和路德也就愿意去听从神的诫命 就是他们是 虽然他们彼此有情愫 有好感 啊 但是 他们仍然是把什么放在第一位呢 仍然是把神的诫命放在第一位 如果神安排那个某人 完成这些本分的话 那么波阿斯就会 成全路德和那个某人的婚姻 那么路德也就会和那个某人去尽本分 就是他们是把这个什么 把听从神的诫命放在第一位的 换句话说 正因为他们把听从神的诫命放在第一位 而不把自己的愿望放在第一位 那也就从神这里得到了恩代 神也就成全了他们之间的爱情 那你其实你看 波阿斯跟那个某人在聊的时候 就不是很有意思吗 一开始说你熟地吗 某人说我熟 然后说啊 你要熟地的话 你得娶妻 你得这个 这个他的产业留名 然后波阿斯的这个这个逻辑 你看非常严密 是吧 那实际上就相当于让那个某人 考验那个某人 是吧 你是不是愿意去尽本分 如果你不愿意尽本分 那么我就来尽这个本分 他其实波阿斯不想的让路德所托飞人 是不是 OK 好 就是说他是一个爱情故事 我认为是一个千真万确的爱情故事 虽然当中并没有说路德向波阿斯求婚 我前面第三章不是讲了吗 不要把它理解成那是路德自见整席 是路德去求婚 或者是路德去逼婚 不是那个意思啊 但是波阿斯和路德 路德和波阿斯他们之间是有情愫的 我是这么认为的 你赞同吗 那么然后呢 他还是一个什么故事呢 他还是一个非常丰美的 非常美好的福音的故事 是一个非常丰美的非常美好的福音的故事 大家要注意啊 在这里其实在路德记里边 波阿斯就是预表耶稣基督的 有大能的 是吧 那么而路德呢 而路德呢 你要注意路德的身份 他是一个外邦女子 而且是被咒诅的摩押女子 回想一下啊 在前面生命记里边 摩押人和亚门人是被神所咒诅的 因为他们是罗德和他的女儿们的后裔 乱伦的后裔 是吧 所以说而且呢在这个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 这个摩押王啊曾经对以色列行在神眼中看为恶的事 所以他们是被咒诅的 让他呢 他成了大卫王的祖母 从而这样一个出自于被咒诅的摩押族的 外邦女子路德 他的名字就写进了圣经 他的故事就单独写了一卷经书 作为大卫王家谱的一个重要的一环 是吧 就路德和博阿斯 所以说在这里呢 就是路德作为一个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给我们信心 特别是给外邦人信心啊 就是你不一定你非得是以色列人 是吧 你非得说根正苗红 对吧 根正苗红有可能你还会这个成为某人 对不对 你看某人只留下了某人 他姓甚名水 我们不知道 是吧 而波阿斯啊 路德 拿尔米啊 什么 他们的名字都堂堂正正的写在圣经里 所以呢 作为一个外邦人 如果你愿意啊 如果你去归到耶和华的绑地之下 归到耶和华的这个啊 这个翅膀之下 躺卧在主基督的脚前 是吧 任凭主来 安排你把一切都全然的交托 完全的信靠 那么你就会成为那蒙恩的人 就会像路德一样啊 所以这个我的名字 我的英文名字就是Rose 就是路德 其实我的这个英文名呢 就是有这么一个一个经历的过程啊 我最早的时候一开始是 给自己取的微信的名字叫沙拉美 那然后后来呢 当我信主之后啊 就是有有主内的啊 当时是台湾的啊 这个几个姊妹 就是说你不要叫沙拉美 沙拉美这个名字是被咒诅的 哎我说我叫沙拉美 其实不是西律王的公主沙拉美 不是那个要使徒约翰的头的沙拉美 我实际上是 是这个啊 这个与里尔克尼采有关的 那个俄罗斯公主沙拉美 但是又想一想 其实我也暗含了这个西律公主沙拉美啊 就是呢 这两层意思都在里面 因为那个时候 我给自己取名叫沙拉美的时候 我还没有信仰 不是一个基督徒啊 所以我就以这种叛逆啊 是吧 这个特立独行啊 是吧 来做我 这是我所渴望的 我就做了我的名字 那么后来 他们说这样不好 这个是被咒诅的 那后来我想 既然我已经受洗归主了 是吧 那么我为什么还要让主内的这个 这个弟兄姊妹们为我担忧呢 虽然我很喜欢沙拉美这个名字 算了吧 我就不用了 于是我就改了一个名字 叫Scarlet Scarlet就是呢 乱世佳人的主人公啊 斯嘉丽嘛 然后我就 这个 从2017年呢 我就开始啊 用这个Scarlet做我的这个英文名字 然后呢 到 2020年 对应该是2020年 2020年的 9月15号还是9月16号啊 然后我就 我就突然的就是想 我不要叫Scarlet 我要我要取一个啊 就是圣经里边的名字 然后我 我当时 有感于这个路德记啊 然后呢 我就想我要用 我就叫Rose吧 然后从那个时候开始 我就叫Rose了 哈哈 我就叫Rose了 然后我 我叫沙拉美 那就是 是从 20 2013年 开始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叫了四年 然后呢 我叫Scarlet呢 叫了三年 这一共是七年 啊 就是沙拉美 和Scarlet 一共 这两个英文名字 我用了七年啊 七年 然后在第七年呢 我就换了Rose 啊 就换了Rose啊 然后就是 我也不叫沙拉美了 我也不叫Scarlet了 啊 就是呢 我就变成了 啊 一个 就是愿意 把自己完全的 交托给神的 外邦女子Rose 哈哈 啊 其实我们中国人来说 应该也是受咒诅的啊 啊 那么就是 我希望我能够像Rose一样啊 不是说我成为 某一个王的这个祖母啊 这个不 那个不可能了 是吧 因为我不会再生孩子了 但是就是 而是说 而是说呢 我希望呢 就是在当初最初的时候 我是希望我能遇到我的这个波阿斯 哈哈 啊 然后但是 我后来知道 明白了 其实不是说去遇到一个波阿斯 遇到我的爱情 而是说 我真的应该像路德一样啊 就是完全的信靠和交托 交托给谁 不是交托给某个男人 某个像波阿斯一样的啊 现实中的一个男人啊 而是交托给主耶稣基督 波阿斯是预表基督的吗 就是我们又要 安然的躺卧在耶稣基督的脚前 然后把我的一切 完全的信靠 交托给耶稣基督 啊 交托给神 交托给上帝 然后我只要去行 行什么 行在神眼中 判为正的事 为主做工 那么那也就是啊 你看 又过了一年 真的是啊 又过了一年 我就是在 应该是2020年的 不是9月15号 就是9月16号 我改名为Ruth 然后又过了一年 2021年的9月13号 我就开始了每日读经 然后一直到现在 今天是2022年7月9日 这是一个被神恩待的日词 对啊 就是你看我已经坚持了 10个月了吗 这马上就10个月了 对不对 真的非常感谢神 如果没有神的话 没有这个神 要用圣灵 这个来 来这个恩高我的话 是吧 我想 我真的是做不到 我真的可能坚持不下来 这之中我经历过 真的经历过 是吧 这个 过敏 然后再后来更年期 一个漫长的过程 这更年期从去年下半年 到现在 这马上进入到2022年的下半年了 一直伴随我 然后还有经历的这个严重的 这个咽喉炎 然后呢 但是我一直都没有放弃 一直坚持 坚持到今天 真的非常感谢上帝 就是很多人就是说 施老师 你看你竟然能够坚持下来 是吧 对啊 那我的这个油管 就这样一个小众的油管 也从零到现在 马上要 马上要2800了吧 粉丝 是吧 当然这并不是一个很大的成就 但是确实也不错了 我觉得 那有 有人说 施老师 那你你你什么时候能够靠油管 那个 那个生活下去 是吧 这一切就交给神吧 如果神呢 就是希望我 神愿意啊 通过这个 让我能够获得 生活上的 这个 这个 一种 一种补给 是吧 那么神一定会成就的 如果神不在这方面成就我 我相信呢 神一定会在另外的方面 比如说 会让我 去从事别的工作 但是不管我做什么 不管我怎样将来养活我自己 哈哈 对 不管我 我现在是没有收入吗 哈哈 但是不管我将来怎样养活自己 我相信 天上的飞鸟 是吧 不种不收 是吧 地上的一朵百合花 是吧 也不仿现 是吧 神尚且 啊 让他们存活 更何况我 肉死 使金侠呢 是吧 所以说呢 神一定会有神给我的 这个应许 啊 那么 但是不管怎么样 不管我这个节目 我这个频道 能不能挣到钱 粉丝涨到多少 或者是就停在这里不涨了 甚至可能还会掉粉 我还要不要坚持 每天读经 要不要啊 这个做实证评论 传承福音呢 咬的 啊 就是呢 我希望呢 我像呢 就是这个 这张图里面啊 羊 不我羊 大麦 我希望我是那颗饱满的子力 是吧 一粒麦子 只有他 当他落在地里死了 他才能结出许多子力 我的微信呢 那个签名就是一粒麦子 一粒麦子 这个小杨师哥这首歌我还会唱的啊 但是我现在不记得歌词了 就是哼两句啊 等我粉丝超过3000了 我会再开一个直播啊 欢迎大家呢 就是把我的节目啊 推荐出去啊 推荐给更多的人 让他们呢 跟我们一起来读经 来通过那个实证评论啊 来理解福音啊 来传扬福音 不管怎么样啊 感谢大家和我一起 我们经过了啊 共同走过了这么多的风风雨雨 万事互相效力 让爱神的人得益处 我是Ruth 石金霞 今天是2022年7月9日 这是一个被神恩待的日子 你的英文名是什么呢 你要不要 从圣经里为自己选一个英文名字呢 哈哈 嗯 好 欢迎大家点赞评论转发啊 把我的节目推荐给更多人 祝福大家 哈利路亚 现在我们在开玩的转据 我们在开玩的转据 一种进行的话 这种进行的话 要运动 我 哦